这段影片就想再继续讲一讲整个 Lewis Finance平台的操作和版面的继续 我们来到这个平台 Connect了你的钱包 如果我们来到这个page 叫做Manage WXT这个page 我们就会见到一大堆东西 首先最上面这里 这里就是 比如说你Lock了的WXT和Stick的WXT 的数量 或者价值 然后你从这个Stick了和Lock了的WXT 每一天 总共可以收到的revenue 然后乘以7天就是你这个 Weekly的revenue Stick了WXT和Lock了WXT有什么分别呢 Stick了WXT 就是其实你放了下来你可以随时再ribdraw出来的 那你connect了你的钱包 那当然如果你钱包里面有WXT 他就会detect到有多少 那你就可以按这个Stick WXT 那就传了下来 就是你现在如果做sticking在这里的话 就赚1.4% 那当然1.4%当然不理想 因为就这样 你在YX的apps 如果你是Elite plan的member 基本上你放在这里的WXT 其实他都帮你赚6%左右 那么Lock了WXT有什么分别呢 说明Lock 他就真的需要Lockup 譬如你现在这一刻 你就Lock了你的WXT 那你要什么时候收回呢 你就会是三个月后 你才会解锁到 那这一刻你Lock了的时候 他自动和你倒数 到三个月后 你就可以拿回你的WXT Lock了WXT当然除了赚 Platform Fees 你还可以赚Panelty Fees 稍后讲什么叫Panelty Fees 不过你看看现在Lock了WXT APR是4厘 当然很低 不过亦都这样 这个APR和上面的Stick WXT的APR 都是variable 时高时低 因为早两天我都见到 他有近7-80% 那大家这一样 你需要注意 那我们讲Panelty Fees 其实这个Panelty Fees 在哪里来的呢 那就是 有些人如果在 Newest Finance这里 譬如去到Market这里 在Market这里 其实你是可以 Deposit Avalanche Ethereum Bitcoin 或者一系列的Stablecoin USDC USDT DAI Curve 或者是 Zo 大家知道之前有介绍过 其实譬如你 存一个 DAI 这一只Stablecoin 才算 你可以收回DAI 收到 11.06% 这一刻都是variable 这个就是APY 同一时间除了这11%收回DAI之外 你还可以收到 WXT的reward 那它就用6.85%的APY 这一刻 这两个数字都浮动 你看到USDT就 2a多了 如果收回USDT 再收回DAI 这个WXT 就7.25 好了 如果你收回DAI的reward 比如这2% 这11% 当然你立刻就可以收到 它会是 即是 放回去你的Deposit 但是这个WXT这些平台币呢 它就 给了你之后呢 你就会在这里 Vex WXT 看到的 譬如你放了在这里10天8天 你看到自己这里 Vex 的WXT越来越多 的时候呢 好了 你需要做一个动作的 你做一个动作呢 就是去按这个Vex 的按键 当然要给Gast Free 对不对 好了你按完这个按键之后呢 它就会自动帮你倒数 你的这里得到的WXT 就要倒数三个月之后 才解锁到 你才可以得到的 所以呢 你如果来回Manage 这个WXT这个版面 如果你刚才按了vesting的按键 Vex的按键 它在这里就会显示 譬如你刚才按了有100粒的 你按了vest 这个vesting就会显示到100粒 然后会显示日期 那我稍后展示有一个版面 我在做的给你看 那你要看得清楚 那有些人呢 如果他不想等三个月 他想立刻拿 行不行 可以的 不过呢 这里就说 那你就要有75%的 的Penalty 譬如刚才说 你这里有100粒的 你不想等三个月 你想这一刻就立刻拿 行 那他就扣你75粒 你就剩下25粒去拿 就是剩下25%你去拿 那这75粒 扣了出来的 就是这75% 扣了出来的 是会怎样做呢 就会分给这些 鎖了WXT的人 所以你同一时间 除了earn platform fee之外 好像stake WXT之外 你还会额外 赚一个 叫Penalty fee 那这些Penalty fee 就是这些早期 想take profit exit的人 那你就会知道 所以鎖了 你要鎖了三个月 同一时间 你的Return也高一点 Return高一点 就是拿Penalty fee 不过在这一刻来说 你说1点几% 4点几% 当然是完全 不吸引 这样的 好了 除此之外 你如果自己 本身有些WXT 你按了鎖了 在这里 下面 其实还可以 有一些 claimable fee 你可以随时 claim到 这些额外的掌相 因为你鎖了 WXT 还有可以赚到 其他的 一些交易费用 这些你就可以 随时 自己 claim到 当然这个claim的时候 你也会付 整体来说 我觉得整个 Newest Finance 这个platform 需要付的 claim 都是 挺昂贵的 这个大家要注意一下 每一次claim完之后 他叫你 sign transaction的时候 你就要看清楚 这里显示我其中一个币 我放了少少资金去试试 整个平台如何 你这里会见到 我鎖了的话 三个月倒数 大概有14万粒左右 应该1000多美元 另外有些是 stake了的就是有WXT 这里显示我每一天 earn到的revenue 就是0.26 这里有说 其实你击进去的时候 你的daily revenue 就是 你的locking 和staking 的WXT 的收入 这个包含了 是platform fee 和panel fee 很简单 将这个就乘回7日 就等于一个霸套 一个礼拜 这里就 breakdown 就是你每一天 即是daily的panel fee 是收到多少钱 另外的daily platform fee 收到多少钱 但我又奇怪 这两个加起来 又不是等于0.26 差一点 但anyway 理解大概的概念 就可以了 去到最后 这里 刚才说过 有claimable fee 这些claimable fee 就是一些 platform 和panel fee 你可以立即claim 我放在这里 都没有特别去移动 有50多美元 可以随时 你立即按claim 你就基本上 可以收到你的wxt 你收到这些wxt 你当然可以 再去 locking 又可以 或者做其他 trade 都可以 这样 这里 就是刚才 我提的 我有些wxt lock了在这里 有14万粒 我什么时候 三个月 应该就去到 7月左右 就expire 这个total value 就是1000多元 上面这里wxtvesting 就是我在这个市场 透过全不同的 币 例如Stablecoin Alpha Bitcoin 我会收到 原本的币 比如我全USDC 我会收到USDC的息 除此之外 我亦都会收到 平台币 刚才说过 收到平台币 它要三个月后才给你的 如果你按了 Vesting 所以 我按了键 我继续 隔不时按 按键 按完键 它就倒数 倒数三个月后 就会解锁 所以这里就叫 wxtvest 所以你就可以看到 这里 你自己有多少 wxt 将会 慢慢 几时 解锁 这样 上面就是 概括 如果你解锁了 有的 它就给你看 你有多少 是unlock了 有多少是 现在在vesting的阶段 譬如这里 就是这一群 我这一群有 134,000多粒 这里有134,000多粒 当然我可不可以现在走呢 可以的 我现在就这样 claim all 会free 即是说我会被人扣75% 而这75% 就会是 被一些 隔了wxt的人 是share 这样 因为我扣了 我的penalty 这里 13,000多粒 就没了75% 就会是 没了10万粒 那我当然不做 那就有它 这样 下面就是 这些 expire了的 隔了wxt 是什么意思呢 譬如你有些wxt隔了 三个月之后解锁了 你不继续 你继续放在这里 你依然是可以继续赚 Platform fee 和Panelty fee 但是由于你已经过了三个月 那你就可以随时走 所以这里就叫做 expire了的 lockedwxt 所以到时如果这个灯亮了 你随时走 如果你不走 就一直在赚 那个free 所以 这个功能也挺好的 因为我早点 lock了的话 那我就早点 unlock 之后我就可以一直赚 Platform fee 和Panelty fee 但到时我又有个 随时走都可以 这样的 这个就是 这个manage wxt 这个版面 的一些操作 来一来 market 这里 刚才说过 market这里 你可以 传不同的币 进去收 这个deposit的 API 上面的就是收回你原本 全的币的利息 下面就是wxt 刚才说过了 今天我又传了少少进去 基本上 这里有个vesting 所以你一传了进去 在一直收紧 Yx的reward 的时候 这个数字 一直升 但是 不代表 这样 你就三个月后 就能得到的 你一定要是 按了这个 键 它才会 帮你 自动倒数 三个月 所以记住 如果你有存款 在这里 就按下vesting 变相 密一点 三个月之后 就可以拿回 不然你一直不按这个键 你就一直都拿不回你的wxt 所以这个要留意 不过按这个vesting 这个键 就需要 给gas fee 我觉得gas fee 也不便宜 这样 好 就来到 Deposit 这个 page Deposit 这个page 基本上就显示了你 究竟有什么asset 有多少asset 存在收紧的 息 我这个 Testing account 就放了少少 curve 来收 因为curve 收紧 21% 收紧 然后 wxt 收紧 25% APR 我这里就有 放些 这里你再一目了 了 就可以告诉你 听听你 Deposit了多少收紧 什么的息 来到Borrow这个版面 Borrow这个版面 就是我这个帳户 我没有借钱 就 显示不了任何东西 不过这里也有显示 每一个asset 如果你借钱的话 你给了 APY是多少 例如这个avalanche 如果存了款 你就可以借款 款 当然 你借多少 每一只币都有限 譬如 这个avalanche 如果借这个avalanche 这是你要付的费用 即是当你借钱的时候 这里就会说 Base on你的collectual 即我放了多少钱 Deposit了多少asset 我可以借多少 譬如我刚才放了少少curve 根据这个curve 我就可以借到14个avalanche 走 你看到了 银码都是3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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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 譬如我details 我先进去看看 他就会问我 这里就是说 究竟的utilization rate 即是有多少人存了钱 这一只avalanche 究竟 存了100元 原来有50多元是借走了 那utilization rate 是52% 这里有的 可以被借的 就是有2万多的avalanche 现在的asset price是27 这样 下面这里就有说 譬如你借多少 它就会有条bar show 给你看 你借少一点就save 这里见到绿色 你借多一点 因为你 比起你的collectual 那个 即是抵押品 你借得 譬如你放了100元抵押品 你借了90元 那就是90%loan to value ratio 那当然就有risk 那 譬如我打这打14 你看到了 很high risk 你的factor去到1.31 如果你的抵押品 不save 随时跌一跌 那基本上 你就有机会被人清仓 那譬如我借2 你借那么少 那就相对save 你的health factor 是去到9点多 那就稳妥一点 就算你放在这里的抵押品 价钱跌少少 一两成好 你基本上都不被人清仓 那借贷这些的landing和protocol 就有个清仓的风险 那大家需要留意 那新手 不是很建议玩 因为你经常要看着 加上有被人清仓的风险 而且你也要计算你的利息 因为你的利息 你讲的 APY去到20% 那 随时会变 所以 有时你一直借的话 你都会有些 心惊胆跳 所以新手就不建议 去做一些的borrowing 在这里 重要的但basic的东西还没说 这个整个platform 都是在Avalanche那条chain 是run的 所以你connect你的钱包的时候 其实你都是在connect Avalanche那条chain 所以你给GS3就是AVAX OK 好了 我转了另一个demo account 来到Stick这个page 那里去看看 Stick这里基本上就是你 Stick你的LPTOKEN 你的LPTOKEN 如果你Stick 它这个自家的平台币 Neurys的Finance的平台币 NXUSD Pair with Curve的三只StableCoin 即是USDC、USDT 和DAI 基本上你收紧的 息 就是收紧 80.27% 这样 你拿了的LPTOKEN 你按Stick 就一直收 80%的APR WXT 同样 你收完之后 你都需要去 按vesting 它才会帮你倒数 三个月 你才可以收到这个reward 所以记住 你这里做的LP 80% 不是你立刻可以收回的 是要你按完vest 就是它倒数三个月 你才可以得到这个reward 好 另一边的LP就是 WXT 价格经常浮动 这种assets 我们叫做 Pair with 自家的StableCoin 去到167% 当然 去到那么高的percentage APR 就告诉你 风险相对地会高 为什么 风险相对高 第一 平台币 这个NXUSD 会不会depack depack的风险 是多少 因为大家都见识过 StableCoin depack 其实是可以来得很快 和很恐怖 其一 当然你也要了解 NXUSD背后 其实有什么 就是assets 去做backup 它不像Luna 不像USD 完全没有backup 它是有backup 这个details要理解 不过这个details的资讯 基本上在我自己群组里面 都已经有share了三篇的文章 去详细讲解 这个StableCoin 背后的 backup 或者它的assets 或者是怎么发行 其他的东西 好了 WXT就是YX的平台币 时高时低 所以你基本上做这个LOP 你当然就需要没有一个险 就是它有机会上上落落 你有机会没有 impermanent loss的风险 而且你做完这个Staking的话 基本上你收回的reward 也都不是即时可以得到的 你基本上就只可以 按完investing之后 等三个月你才可以得到 好了 譬如你放了这两个LOP 你怎样看到自己一直的reward呢 好了 来到Dashboard 这里基本上你就会看到你所有的 Deposit在这里的资金 譬如这里可以看到Deposit多少资金 然后其实这些资金也是成为你的抵押品 你可以借的 我没有在这里做过借款 这样的 这个币 OK 好了 下面就会显示到一系列的数字 这一系列的数字就是你 WXT 究竟赚了多少个 这里就会有个数字 OK 好了 然后 你这里 Total赚到的WXT 在哪里 它就break down 四项给你了 哪四项呢 第一就是 你又没有Stake 这里Stake到WXT 即是随时可以走到的 或者你已经按了VEST 那个键 它帮你倒数的WXT 的数量 第二就是你自己主动去lock了三个月 譬如你今天lock了它 lock了1000个 三个月后它就帮你解锁 这个就是locked WXT WXT 刚才说过 就会比起Stake WXT 就赚了 Penalty fee 这样 所以你会看到它的APR就会高一点 不过这一刻当然是很低 1%和4% 前两天是去到70-80% OK 好了 另外这里就是两个LP 第一个就是自家平台的Stablecoin Pair with 3CRV 这个LP 第二个LP就是WXT 和Stablecoin NXUSD 就告诉你 你呢 那个reward 以及现在你 Total有多少是可以VEST 的 就夹了这几样东西 你当然可以 再按这里 按个VEST的键 你按了这个键之后 基本上 这里的WXT 它就会倒数三个月 解锁给你 你去Manage WXT 你就看到 你的reward 究竟是处于什么的状态 或者什么时候 解锁了 基本上我还有一个操作呢 就是 怎样可以 在 这个 它自家的Stablecoin 在Pair 1元的情况之下 我可以赚到高息 同一时间如果它Depair 我亦都可以从中赚到钱的一个操作 基本上我在我群组里 都已经一直有share 在我群组里 各赚钱社群有share 基本上就是 从Stablecoin的Depair风险中赚钱 有三篇文章 PART1操作 PART2 介绍Stablecoin 以及 PART1的 背景 如果你有兴趣去了解 第一手资讯或者这些操作 欢迎 加我这个加密币的社群 我会把这个连续放在 视频箱里 同一时间也会放在留言 多谢收看